4月8日11时53分 G1722次列车缓缓驶入上海虹桥站7号站台 成为零点解除封城后 武汉抵达上海的第一趟列车 该车为复兴号 当日到达旅客681人 据介绍 目前所有进出站旅客均要接受测温 如果体温超过相关规定 将交由120进行后续工作 武汉铁路恢复客运后 铁路上海站对车站也加强了防控 主要针对到达旅客 在保证及时有序出站的同时 也是旅客在规定时间内 接受体温检测 乘客陈女士因为回老家过年而滞留在武汉 自己的丈夫和女儿都在上海 平时只能靠视频通话来缓解思念 他告诉记者 回上海的路途很顺利 非常想念上海 也非常想念自己的女儿 1月19号回去了 一直到现在 想不想上海 想肯定想了 乘客业女士与朋友一起回到上海 她笑着表示回到上海很安心 回去以后 第一件事就是脱掉防护服 去洗澡 内心很澎湃 记者从铁路上海站获悉 根据复工复产客流的需求 4月8日当天 武汉三大站出发反护的列车 共使7趟 铁路部门预设武汉反护车票 2300余张 未经许可� 计则 英文汉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